漫威武器生存 玩家设计材料 能化成漫威系列的武器 使用雷神之水 继续目标能召唤雷电 使用每对盾牌能低挡伤害 可没有漫威武器 能修动化也会变得容易吗 小漫威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在那瞎比划 好像是一把很强的弓 快快给我看看 表写漫威武器你都不知道吗 这是复仇者联盟里面的 英雅克林特使用的复合弓箭呀 它有自动追踪的功能 只要我拿满弓 自动追踪 难道是那种 就算我瞄准你的脚趾 也能够抱你头的功能 没错没错 我给你示范看 一旦反弄性能锁定的目标 一定由于自动追踪 生物身上发射 就算我从来的时候 空间都会打到北极熊身上 这功能是挺炫酷的 不过我怎么感觉有点鸡肋脑 打一只熊不这么费劲 用没有更厉害的 比如雷神之锤 美对盾牌 当然有啦 这只是漫威宇宙第一角 只要是漫威里出现过的武器 想要什么都有 要做武器先攻术 小门棍小狮子 下矿的技术材料不够少 一个往下拉到矿豆 刚算了就会到这么多块 是你散走吗 拉开智灵光天对付 是让人家自己解决了 小伯妹 我来打怪 你快去挖矿 好嘞 头矿时1234通通挖走 铁矿时挖走 它太合心都哪里办理 每次都还需要铁棍太合心 还有复苏金河 还点费材料 金河 这个简单 去雨林一趟就好啦 刚才就碰到一只火炎鸡棍 送你一发出一剑 秀五只要两关就搞定了 哇塞 竟然还抱了三个雷电金河 转了转了 小表妹 这里有一只雷电祭祀 快打啊快打啊 来了 我射我射 难命了 怎么这一额五骨啊 雷电金河掉落率也太低了吧 自己去找找 有了小表妹 我想到了一颗雷电金河 刚好能够做雷神之锤 对啊 雷神之锤需要太合心 且光还有雷电金河 可能刚好够 守卫雷神锤感觉 浑身都充满了电瘤 钥匙给吹一下 肯定很疼嘛 小表妹 我的美队盾牌更厉害 不但有主动 党格技能 能够防御受到的伤害 而且还能够增加攻击力 打一下 扣95滴血 哎 表姓你干嘛呀 我都被你打成血啊 给你闪上我的锤子 奇怪了 怎么不掉血啊 这就是盾牌的好处 大部分的伤害 都被我格挡掉了 能攻能防 这么厉害 我不羡慕 一点都不羡慕 雷神锤也能够好用吧 咱们去找血光换眼 试试到雷神锤子 带的有多强 终于到了小白妹 我用盾牌 站在前面扛伤害 你在后方输出 好嘞 加大火力输出 我们雷神锤子 只有五点半 再三血光换眼 血光换眼的血条 甚至没压到兵死前 马上就会顶不住了 还没死透呢 关键时候 交换出了黑龙 目的不大 雷神锤子和美德盾牌 双坏齐下 黑龙在我们手上 也撑不过两个网合 血光换眼的被我们打的 雷神锤子和美德盾牌 我都算不愿意也燃到 这么小的漫威武器 你们喜欢吗 嘿嘿嘿嘿嘿